身为美国人 尤其身为戏骨人 现在可能都已经被 Cover California 还有Obama Care的内容 搞得晕头转向 现在还是搞不太清楚 那Simon还是会到 今年年底之前 都会安排很多场座谈会 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间 对 几乎我们每天都有讲座了 每个礼拜二 我们在Fremont的分公司 每个礼拜四 奥克兰分公司 礼拜五 San Francisco的总公司 以及礼拜六呢 在San Jose Cupertino的分公司 对 基本上我们现在 是属于湾区最大的保险agency 有四个分公司服务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那么我们每天在讲座 配合的是这样的 早的一场 早上的一场 或者早的一场 是我们针对Medicare 长者 有Medicare红兰卡的人士 那下午的一场呢 是针对Obamacare 年轻的一代的讲座 从不同人士来参加不同讲座 那我回去提到大家呢 今天也是我们刚在这个 annual election period 由Medicare的用户来讲的话 也是必须在12月7号之前 做出他们的Medicare的选择 12月7号 对了 今年也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按照不同地区而定 也有变化 也有变化 赶快告诉我们 对了 Medicare根本每一年都不会安安静静的 所以我们讲到San Francisco来讲呢 有某个计划呢 Discontinue 就是我们讲的AARP United Healthcare的零月费计划 所以我们已经有陆陆续续的 很多很多客户 本身我们的客户也有其他 agent的客户找我们来安排新的保险 因为那条计划不会继续 所以我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住在San Francisco 用零月费的计划 一定要小心尽快跟我们联络 来安排一条新的计划 那当然我们在San Francisco 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讲座介绍 有关不同计划的选择 那当然也有新的零月费计划 或者要有付月费的也有了 我们整系列的都在讲座里面 会一定帮大家介绍 所以这个是提醒大家 另外住在Santa Clara County的朋友来讲的话 他们也有一点的影响 某几个计划 什么影响是好的吗 也是好的 基本上就是不是不好 就是反正是要重办一些手续而已 某些计划比如说 您现在是用在Easy Choice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还是继续找我们来 重新办理一套表格 因为这个表格要重新做 才可以延续到明年的福利 所以这个是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那在Alameda County所住的朋友 甚至在Contra Costa住的朋友 他们有一些新的保险可以选择 那他们也是等了很久了 终于到那个地区 对了 终于有零月费的计划可以参考了 所以这个是Alameda County 跟Contra Costa 都有不同公司了 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 就不具体讲这么细的有关内容 只是说请大家参加我们讲座来讲的话 记住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请尽快登记 因为我们每场都爆满 没有座位安排 我们现在的安排都差不多 起码一两个礼拜之后的讲座了 那我们面临12月7号 还剩几个礼拜而已 所以请大家尽快尽快采取行动 否则你失去到这个时间的话 就不能再调动计划了 那刚好我们今天早上 也有客人来电话说讲到说 现在买了一些 Medicare的种类的一种计划 付的保费很高很高 几百块钱一个月 为什么这个原因 那当然我这样的回答大家说 因为每个人的自己本身 所安排那套计划的条件不一样 最好还是跟我们探讨一下 我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为您省钱也同样达到 要顾到他们的福利 没错达到您的福利的需要 所以这个是很关键 都需要我们在面谈了解一下 电话上是比较复杂了 很难几句讲完 所以这个是讲的 Medicare的福利 那Medicare呢 您是必须要有这个 就是拍A以及拍B A就是包括Hospital B就是包括Medicare 我每次都提醒我们观众朋友呢 就是一定要两项都具备 才能上报 少了一样 有了A没B 或者有了B没A 都不能上报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条件 参加我们讲座的话 我也希望大家参加我的讲座 因为我现在分湾区四个点 四个location 也是有我的原因 就是因为针对地区性的计划来讲 不同county是不同计划的选择 所以说大家参加我们地区性的讲座 所以跟自己登记的住宅的地方 来选要来参加Simon讲座的地点 又是适合自己的policy的地方 我觉得在Medicare 就是奇因健保的部分 可能已经参加过一两年以上 他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就是要马上要加入 拿到这个社会福利的时候 才会觉得有一点迷惘 才会有一点不知道 对没错 我每一次的讲座 都有我们本身的客户 本身的好朋友 每年都来听 有些客人最近有讲到说 他过去这五六年 每年都连续的听我 因为我们真的可以讲到很精 而且是讲到很细 计划的条款 Medicare的条款 我都会跟大家上一堂课 听完我的讲座之后 就不需要听别的了 因为you will know everything 那好 所有一切都了解 那还有呢就讲到 就是听完讲座之后 我们也会协助大家办理 这个enrollment 当场enroll 没错 当场我们就帮你办妥 所有一切的投保的文件 所以你是不必担心说 听完三百年 投两次 没错 中心怎么办 所以奇因来 他要带驾驶 带checkbook 还有带他自己的红栏卡 没错了红栏卡 还有如果现在已经有保险的人 是也带你现在保险的information来 还有呢 你是看哪一位医生 你是吃什么药 你自己都预先列出来 大家都可以省一点时间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一看 大家专家嘛 我一看就知道怎么下药 我就知道怎么样帮你处理了 所以这个是很很关键 大家都省时间 是 好的 那我们的节目 大概还剩下三十秒钟左右 我们请Simon 在节目结束之前 告诉我们观众朋友 不得不注意的这个 Cover California 或者是Obamacare 还有什么重点 对 两个重点 第一个 讲到Obamacare Cover California 投保的日期 大家也一定要记住 12月15号 12月15号 如果是Medicare的人士来讲的话 是12月7号 12月7号 就是这个deadline 没错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等到 last minute 尽快尽快跟我们 book appointment 我们现在的point 也是book的满满的 所以尽快打我们的热线来book appointment 看哪个location 我们的办公室最接近您 如果您是比较远的话 也没办法上来 我们办公室处理的话 我们也欢迎您发个email 或者电话上跟我们聊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 把这个detail email给您 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 邮寄已经太慢了 so we prefer email 手续过程 是尽快的可以处理掉 Simon 他们那个美国政府说 Obamacare的时间 延长了六个礼拜 这个跟您刚才说的 12月7号 有什么关联 对12月15号是截止收表 如果是想1月1号 如果你miss掉这个时间的话 你可以延到明年的3月15号 absolute deadline 3月15号之前 你还没做完的话 你就要交罚款 是的 我们在现在录影的时间 距离他下面一场seminar 还是只有一个钟头 所以他就是每一天 至少都有两场座谈会 Simon保重自己的身体 谢谢你 我们实在很幸运能够在最热门的就是Obamacare 还有Cover California进行的如火如荼 并且大家都不是很了解的时间 能够再度请到Simon 我们所有的节目呢 除了在我们电视上面可以看到 在Simon的网站上可以看到 也在我们的网站 还有Facebook YouTube 新浪微博 都可以重复的收看的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跟切身的问题太有重要性了 Simon他的电话是888-746-6688 Simon的网址是 Simon888.com 请多多利用 感谢您 谢谢您 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了 拜拜 拜拜